之前有被有一些覺得 獨剛受老的發編會不會覺得很帥 不會 這個完全不會 就是沒有得避 到時候查評在評審 也很開心這次金鐘獎入圍 剛好也是以客家的文化為背景 所以這次能夠得到評審的期待 也蠻開心的 這次能夠跟他一起錄成的 對 郭哥非常優秀的演員 我覺得我們能夠跟他一起錄圍 然後再同一部戲都予有榮焉 那誰得獎其實都是我們整個劇組得獎 他現在也是製作人了 所以搞不好可以製作人的身分一起合秀 而且一直錄金鐘獎分 對啊 金鐘獎神耶 一錄的養分都是這些 一起打拚過來的 我們一錄就看到彼此成長 然後我也希望說 我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都能夠把我得到一個養分 在導演的螢光幕前被看見 他身後就是自己當製作人啊 沒有人覺得就是事情變更多 剛才跟導演講我可以明白前置跟後置的心 我一直很想了解說 整個製作團隊從劇本開發發想 一直到找資金 找攝影團隊燈光 從美術道具 服裝等等 我想要了解一次通盤 我在我的職業來上面 就我的履歷上面除了演員之外 我希望還能夠拓展一些其他人 但我 真的下去做的時候我才知道 真的是人家說 盤上一分鐘還是要十年多 當然演員有演員的辛苦啦 但是製作方來講當然 當然我們的辛苦是 你要跟更多的人接洽跟聯繫嘛 那天倫剛才有說就是會 跟更多的接洽跟聯繫 所以身後是也因為這樣 就是成分有點困難的這樣 不會 這個完全不會 你是不是被拍到 我覺得這個完全不會 這個就是一個工作的現狀 然後每個人都有需要 其實我也是覺得他們很辛苦 他們要拍我 這也是他們要糊口飯吃 我自己以前當戲子 我自己知道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工作需求 但就是在合理的範圍之內 我覺得作為一個工作人物 被寫是OK的 那就是 但也請關注我們正在 努力進行的事情 那這樣被拍到在工作上 會不會可以避開理性呢 這沒有得避 這到時候潮心在製作 對 這沒什麼好避 你越避越有貓膩 對 你就沒事 就是沒事 這沒什麼好避 那老婆看到新聞的反應是 我老婆是 重點子 我老婆是我公司的老闆 就是負責了 所以我做什麼事情都會跟她報告 這都很正常 尤其是就是有漢子在進行 因為時間很難調 不是說我們要半夜或者晚上時間 每個人各自白天都有各自的事情 所以 很不容易 所以我才會說我在走這趟的過程當中 才能理解他們的辛苦 中文字幕營蒼 尤其是 打開 無關 我頓 來